乌托邦常常是空想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的代称 反乌托邦则恰恰相反 是一种虚构的极端恶劣的社会形态 本期我们就来看一部电影为反乌托邦的西语片 要我说它绝对是谦虚了 我认为它真实无比 影片开场 顺着台阶倾斜而下的绿色液体 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衡感 而正是这种失衡感拉开了一场暴乱的序幕 暴乱发生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医院里突然涌入许多伤者 之前因生病住院的患者都被赶了出去 医院外随处可见的横死 让活着的人恐惧 镜头一转 在富商一万的别墅内却是喜气洋洋 功仇交错 这天是她的女儿玛丽结婚的日子 参加婚礼的宾客都是达官显贵 社会名流 紧接着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怪事 玛丽的母亲去洗手时 发现流出的水竟然是绿色的 她急忙见了丈夫查看究竟 绿水球消失了 这时 高官维克多带着家人前来祝贺 她给伊万送来一份大礼 新项目的施工许可证 在她的运作下已经劈了下来 像这样的官商勾结 贪污腐化已是常态 维克多自然从中获利破风 不一会儿 一位女宾客引来大家的侧目 原来她在赴宴的路上遭到暴民袭击 车上和身上都被破了绿油漆 玛丽和母亲帮着女宾客清理身上的油漆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浑然不觉 高官维克多听闻此时候 像是预感到了什么 不动声色地带着家人匆忙离去 与此同时 玛丽家以前的佣人老罗上门求助 她的妻子患有心脏病 急需做心脏半膜置换手术 本来在医院里已经安排妥当 但暴民袭击的医院 所有的病人都被赶了出来 老罗只能带妻子去私立医院 但手术费用高到20万比锁 她实在凑不到这么多钱 只好恳求老冬家能帮帮她 玛丽的母亲听后 从丈夫和儿子的口袋里凑了3万5 然后打发老罗先回去 明天再说 老罗为了妻子的手术费 心急如焚 而老冬家是她唯一的希望了 于是 她找机会把困难告诉了玛丽 心底善良的玛丽决定帮助老罗 但哥哥丹尼尔得知此事后 觉得母亲给老罗的钱已经够多了 不耐烦地劝说老罗快点离开为好 玛丽回到卧室 想从保险箱里拿出自己的婚礼礼金 不料 密码已经被母亲更改 玛丽找父亲帮忙 父亲只劝她好好享受婚礼 别多管闲事了 就连她的新婚丈夫也不支持她 没办法拿到现金 玛丽便打算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老罗 但门口的保安告诉她 老罗已经走了 随后 玛丽向佣人小客打听老罗的住处 听说只有20分钟的车程 她便开车和小客一起去往老罗家 但没走出多远 就遭到警察封路 玛丽没有掉头回下 而是绕小路继续往老罗家里干 他们通过广播了解到 暴乱已经愈演愈烈 但令人不解的是 街道上没有士兵 当局对此更是没有任何反应 与此同时 几名身上图着油漆的暴乱者 翻墙闯入玛丽家的别墅内 玛丽的父亲驱赶无果后 招呼保安过来处理 不料 一名暴民二划不设就是一枪 更绝望的是 保安的枪口也对准了所有兵客 原来 是保安和暴民里应外合策划了此次洗劫行动 豪宅内顿时一片混乱 佣人们开始哄抢房子里的财物 保安用枪威逼着玛丽的母亲 打开保险箱后将其杀死 很快 暴乱者不断涌入豪宅 打砸抢杀 一场婚礼盛宴演变成了洗劫盛宴 所有的佣人中 只有小柯的母亲没有参与抢劫 他照顾着玛丽的嫂子躲在早午间 但还是被暴民发现 对方把小柯的母亲打晕后 把玛丽怀有生育的嫂子拉出去 然后一尸两命 这边 玛丽也遭到阻拦 车子被投掷了油漆弹 暴民叫嚣着 要杀死玛丽这样的富人 小柯间转让玛丽躲到后座 由她开车 终于有惊无险 来到了老罗家里 玛丽把信用卡交给老罗 并看望了老罗病中的妻子 小柯想打电话 询问母亲那边的情况 却发现电话箱和网络都已瘫痪 小柯和老罗是亲戚 就住上下楼 外面的暴乱 加上天色意外 玛丽只好站住到楼上小柯家 而此时 玛丽家里 到处都是横尘的尸体 惨不忍睹 小柯的母亲趁着夜色 逃离了此地 天亮后 军队终于出现控制的局面 救护车把玛丽的父亲送去了医院 这边 小柯出门查看情况时 被三名士兵发现 他向士兵求助把玛丽送回家 可玛丽被带上车后 士兵却拿走了他身上 所有值钱的物品 玛丽虽心有疑惑 却只能照做 暴乱过后的城市 满目疮痍 在象征独立 和平和正义的天使纪念碑广场上 尸痕遍野 触目惊心 上帝在天堂建立秩序 人类血流成河 在地狱构造新秩序 小柯的母亲终于回到了家中 玛丽却没有那么幸运 他被关押到了一个集中营 被抓来这里的人 都是有钱人 士兵在他们的额头边上续号 然后逼迫他们说出家庭住址 和家里的电话号码 玛丽的哥哥和丈夫 找到高官维克多 帮忙寻找玛丽的下落 维克多应允下来 承诺一切将由他来处理 而此时 玛丽等人质 正在集中营里 遭受着士兵们的强暴和折磨 所幸 玛丽的父亲并无性命之忧 很快就回到家中疗养 暴乱严重的贫民区 实施的宵禁 这里的人们 每天都必须在规定时间 规定区域活动 而集中营里的士兵 开始给一个个人质录制视频 向他们家里所要巨额赎金 玛丽的赎金是1000万笔锁 夜晚 老罗看到妻子病情恶化 便跑出去 希望士兵能让他们去医院 此时正是宵禁时间 士兵看到老罗 不由分说直接射杀 很快 老罗的妻子也因病去世 几天后 哥哥丹尼尔 收到了玛丽的勒索视频 他将此事告知了维克托 和奥利贝将军 维克托还是那句话 放心 我来搞定 与此同时 绑架玛丽的两个士兵得知 他们最多只能分到20万笔锁 心里愤愤不平 于是产生了干私活的想法 他们来到小哥的家里 伤称玛丽在他们手上 让小哥去找玛丽的家人 拿80万熟人 小哥不敢耽搁 急忙去申请工作许可证 因为此时政府在平民和富人之间 建立了严格的安检机制 要拿富人去工作 必须申请许可证 持证上岗 并且和对他们喷洒消毒剂 以及对随身物品的检查 小哥母子拿到许可证后 便来到玛丽家 向丹尼尔转述了 两个士兵的赎金要求 丹尼尔把情况告诉了父亲 父亲同意给钱 但他让丹尼尔 不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维克多将军 集中盈利 三号人之的家人 已经如数交付了赎金 士兵声称他可以回家了 其他人高兴的同时 也看到了希望 但很快 一声枪响 再次让所有人陷入绝望 晚上 小哥母子把钱藏在山上 夺过检查回到家中 不料 士兵拿到钱后 却改口说 这只是首付 他们明天还要再拿 一百万层的放人 没办法 第二天 小哥母子只好向丹尼尔 说明了实情 丹尼尔开始怀疑 是小哥母子绑下了玛丽 他没有把此事告诉父亲 而是直接给维克多打了电话 于是 奥里贝将军代人 早早等在小哥家里 把钱来拿钱的两名士兵抓个正招 小哥的母亲和两名士兵分别被带走 随后 将军代人从集中营接走了玛丽 而其他所有的人质和干死活的两名士兵都被射杀 随后 尸体被浇上汽油 一把火毁尸灭迹 玛丽坐在将军的车上 擦掉额头上的编号 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接下来 他却被带到小哥家里 被士兵射杀在卫生间 之后 士兵把胸枪塞到小哥手里 原来 维克多和将军才是此次暴乱的幕后黑手 他们先是任由暴乱发生以及蔓延 接着趁火打结 绑架夫人 勒索敛财 成功一个杀一个 两个干死活的士兵 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而戴尼尔以为是自家的佣人绑架了玛丽 幕后黑手便顺势而为 栽赃家伙给小哥母子 把现场为造成是小哥私票的假象 同时他们以救世主的身份镇压暴乱 建立了一个外表光线 实则肮脏的新秩序 最后 维克多和将军在富人面前 对暴民进行了公开处决 其中就有无辜的小哥母亲 这场残暴的欢愉 终将以残暴终结 但所谓的新秩序 不过是掌权者对于权力 财富的重新洗牌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都命如蝼蚁 而像这样的杀戮战争还将继续 正如柏拉图所说 只有死者才能看到战争的终结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那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